婚姻是两颗灵魂的碰撞,绝对不是两张脸的碰撞,再美丽的容颜也会有老缺的那一天 就算可以容颜常住,那么也是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因为人都是会审美疲劳的 言辞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也要看发生什么情况之下 婚姻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也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 就像是老一辈人常说,丑女人更适合做老婆,那么这句话根据在哪里呢 一,丑女人更适合过日子,对于一段婚姻来说,爱情固然重要 但是有些时候爱情又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爱情是浪漫的,但是婚姻却是现实的 说直接一点,婚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对于丑女人来说,这样的女人一般很勤快,都有很好的持家本领 神灯正正的将家收拾成一个家,而不像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算好看但很不实用 二,丑女人一般都很踏实 长得丑的女人一般都很踏实,不会怀抱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结婚以后,会给男人减少很多麻烦 这样的女人最能脚踏实地,本本分分,而不是每天竞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时间长了,自然就会让男人越来越反感 而且最重要的,丑女人都显得很真实,相处起来更加的舒服 三,丑女人一般都很节俭 对于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来说,会更加在乎自己的容貌 所以不惜成本的也要包装自己 婚后会给男人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而对于丑女人来说,不会很在乎自己的容貌,更加不会铺张浪费 过起日子来都会精打细算,该花钱的地方不会节俭 但是不该花钱的地方一定不浪费,会给男人省去很多压力 四,丑女人一般都很善良 凡是长得漂亮的女人,因为身后从来都没有缺少过追求者 一旦追求者多了,就会容易变得膨胀 性格就会变得很难相处,缺点严重,多余优点 与这样膨胀的女人一起过日子,男人避免不了的要忍受很多窝囊气 而不像那些长得丑的女人,实实在在,不忘初心 懂得换位思考,最重要的是善良,然后相处起来更加舒服 五,丑女人一般都很耐看 对于那些漂亮的女人,男人在看第一眼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种眼前一亮的心动 但是太经不起时间的推敲,人都是会出现审美疲劳的 漂亮的女人一般都很不耐看 特别是每天都在一起朝夕相处,很容易出现厌烦期 而丑女人就不一样了 因为起初男人没有怀抱那么的希望 所以会显得特别耐看,不会让男人出现大起大落的审美差 六,丑女人一般都很安全 对于这一点恐怕是很多男人最为看重的 如果要说男人最怕什么 那么无需自宜的是,一定害怕被戴绿帽子 长得漂亮的女人,因为身边的男人经常不断 就会促使这样的女人虚荣心极为的过剩 面对诱惑很难固守本心 而对于丑女人来说,一般被人惦记的可能性就很少 面对主动也能很好地保持理智 因为她的虚荣心没有那么强烈 其实对于老婆的美貌真的不重要 结婚是生活,不是攀比 只有核四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对于男人来说,娶老婆最重要的一点 你不光能把她带的出去,最后还要能把她带回来 这才是最真的